你有听过做汤包又有一套标准的SOP吗? 位于台北文山区的这家汤包店 老板用严谨的态度做汤包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有一套标准 他们做出来的丝瓜虾仁汤包 这外皮细嫩到吹弹可破 里头的丝瓜还有虾肉鲜味十足 招牌的小龙汤包肉汁多到会爆浆 每一楼只卖100块钱上下 难怪只要用餐时间总是吸引满满人潮 一口咬下 汤汁喷射而出 滴滴答答留不完的就用汤汁接着 慢慢品尝它的鲜美 就蛮多汁的 还会泡浆 要不早一点来的话就客满了 所以要赶在12点以前要进来 一个汤包 一个酒包 没有 为在闻山区的这家汤包店 每到用餐时间 员工就像上井发条 一刻不得闲 半开放式的厨房 象征老板的自信 因为做汤包的每个环节 在这里超级严谨 就像拥有一套自定的SOP流程 因为每个环节 每个细节做好 我们东西才会做得好吃 我是自认为食材新鲜是最重要 因为我们这个都是蒸的东西 稍微有一点点的鲜度不够 其实吃是吃得出来的 要能蒸出美味 食材新鲜绝对是关键 像店里最受欢迎的 丝瓜虾仁汤包 老板用的澎湖角瓜 都要经过它的严格筛选 我们挑丝瓜 首先我们手抓起来的丝瓜要重 然后它会剥起来要有弹性 比较硬邦邦 表示这个丝瓜很脆 汁很多 头一切开 汁还要够多才算新鲜 每个丝瓜丁固定切成0.8公分宽 而丝瓜的好搭档虾仁 是选用一补上船 就急速冷冻的卢虾 搅拌馅料时 为了避免丝瓜出水 老板也有他的坚持 第一个调味料不能还有盐巴 不能直接接触我们的丝瓜 那先跟我们的油跟虾泥拌匀以后 再来接触我们的这个丝瓜 第二个是 破的时间不能太长 馅料讲究 汤包皮也不能马虎 加了老面的面团 要用压面机 让它变得光滑细致 没有半点气泡 准备完馅料和面团 SOP流程只走了一半 因为接下来包的动作 也很讲究 汤包包得好 就是第一个轮廓要圆 第二个皱褶要均匀 第三个我们收尾 面皮不能太厚 收尾的时候要 不能有面团 因为这样吃起来 才不会有一颗面团 硬硬的 然后蒸起来也比较不会 面头蒸不熟 每颗汤包固定穿上 18折的外衣 进了蒸笼 要蒸到恰到好处 三分半最刚好 打开来的时候 皮跟馅是分开的 那汤包的皮会膨起来 又收回去 这时候就是熟了 白嫩嫩的汤包 还透着一抹丝瓜的鲜绿 包包外衣一担开 里头丝瓜的甜 和虾肉的鲜 交织出鲜甜又清爽的美味 我觉得虾子的味道很鲜甜 然后配搭上丝瓜的口感 而且它的丝瓜不会老很细 真的像在吃那种 名不齐者的丝瓜一样 很好吃 它里面的虾仁的鲜味还蛮重的 然后丝瓜也是很软很嫩 那我觉得吃起来 在嘴巴里面翻滚 那种口感是很不错的 包入猪后腿肉的小龙汤包 喝完蒸汽浴 咬一口就会喷出汤汁 如果担心肉汁烫口 不妨先咬一口 将汤汁倒出来喝 再慢慢品尝鲜美肉馅 它汤多 肉汁很多 口味也很好 肉馅吃起来蛮香的 对 它皮薄 我感觉现做的蛮新鲜的 很有那个新鲜的味道 就跟其他的那种汤包比起来 其他的肉就会学会有点 就老老的 或是有点那种腥味 可是它的就真的是 就吃得出来它是新鲜的肉 这里不只用蒸的讲究食材 用煎的葱油饼铺上了满满的三星葱 都是当天现做 不用冷冻 晚上卖的现在就做 都是当天做 当天卖 当然跟冷冻的葱油饼拿出来 做好冷冻 再来煎 吃起来口感 跟葱的那个香味还是会有差别 品皮煎到微焦 咬起来带着嚼劲 里头的三星葱依然保持鲜绿 葱香味浓 我觉得它们用的食材都还蛮新鲜 所以葱也是 感觉都切得很厚实的感觉 所以吃起来满嘴都是葱的感觉 那葱的香味真的咬下去 马上在嘴巴散开来 然后那个油虽然 虽然是油 可是它不会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 然后在嘴巴慢慢散开 这时配上一杯 加了焦糖下去煮的艺人豆浆 味道不会死甜 还能吃到磨到细碎的艺人 是清爽养生的好选择 严谨的制作流程 和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 老板好名人主打青云架 活力多香 争处人人吃得起的百元美味